经常有收到粉丝的留言 让我讲讲船尾螺旋桨的那根轴是怎么密封的 我想这还不简单吗 用黄油啊 哦对了 这个黄油呢 可不是咱们吃的黄油啊 是那种经常能够在修车厂里面见到的 膏状的起到润滑作用的黄油了 我小时候做船磨的时候 就是用它来密封的 所以大船磨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诶真这么简单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其实啊哪有那么简单 我仔细研究之后呢 发现就连想要讲的尽量简单都难啊 所以我尽力也欢迎大家来帮我补充和纠正啊 虽然成年人的船尾上不抹什么黄油 但其实无外乎也只是把黄油密封的方式 搞得更精细更复杂更有效了而已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使用某种东西夹在旋转的尾轴和固定的开孔之间 来把水堵在外面 所以根据夹在其中的东西的材质不同 位置不同 作用不同呢 大体上船尾密封就被分成了三种方式 填料密封 皮碗密封 端面密封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讲讲 咱们先看另外一样东西啊 汽车的发动机 哎它跟船尾轴的密封很像啊 也是既要让一根轴在圆桶中自由的运动 又要让轴的两边完全的密封 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 哎你看如果把中间的这根轴做的太粗 在这就是活塞太粗的话 直接就把它与气缸之间的缝隙全都填满了 气自然是不会漏了 但巨大的摩擦力也会让它无法动弹啊 而反过来 为了减少摩擦力 把活塞的直径做小 让它跟气缸之间的缝隙变大 运动是没什么问题了 但气缸里面的高压燃气 不也就全从这里歇出去了吗 左右为难啊 怎么办呢 哎活塞环就来了 它被卡进比它略大一点的活塞环槽当中 并具有一定的弹性 当高压燃气顶过来 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到两边 压到气缸壁上面去 于是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既把气堵在了里面 又由于其接触面积非常的小呢 所以摩擦力也是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活塞就能够在气缸当中边动边堵了 完美解决了问题 哎 所以从活塞环的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学到了啊 紧密贴合的摩擦面是可以起到密封作用的 只要是这个摩擦面还够小够滑够硬的话 对运动也是没啥影响的 于是啊 船尾密封的第一种方式 填料密封 几乎就是直接把活塞环 从汽车上给扒了下来装在船上了而已 在支撑尾轴和其轴承穿过的尾轴管里面呢 开有一些凹槽 凹槽内塞入比尾轴管内壁直径略小一点点的特殊填料 使其能够压紧位于中间的尾轴 形成一个狭窄的密封面 这样的话 当尾轴旋转起来之后呢 它们就能够像活塞环一样起到密封的作用了 填料的材质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但一般使用的都是油镜石棉绳 有很多不同的规格 可能是配合不同的船只或者是不同的使用环境吧 总之呢 它们应该是非常耐磨啊 但又不至于像尾轴那么耐磨 所以呢磨损的永远是它 只要定期更换一下就好了 尽最大可能去保护那根胶柜的尾轴 不过啊 藏在河边轴哪有不识角的啊 只要是有摩擦就会产生损耗 随地还能实穿呢 绵身怎么就不可能把钢轴磨出一个槽呢 所以啊 填料密封的方式 已经基本上不会用在如今的大型传播上了 你看这个能够穿人的大洞就是用来穿轴的 所以你觉得要是把这么粗的一根轴给磨损了去换掉 值当吗 不止嘛 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 皮碗密封 又叫做唇口密封 关键是加入了这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样的截面为英文字母 界形的皮碗 另一个是套在尾轴上的高硬度秤套 还有一个是 灌在尾轴管里面的复杂油压系统了 我尽量把它简化后讲给大家听啊 类比前面的甜料密封 现在压进尾轴形成密封面的东西 从之前的油镜石棉绳 换成了现在的戒型皮碗了 所以它们跟尾轴之间的接触面积呢 得以进一步的减小 摩擦力大降各种损耗也随之降低了 同时啊为了防止它依然会对所接触的物体带来磨损 那咱们干脆就给尾轴穿上一件专门用来磨损的马甲嘛 它套在尾轴外面 跟螺旋奖和扣颈环紧固在一起 当使用了一段时间被皮碗刮出凹槽之后呢 只需要把它拆下来换掉就可以了 既不用费太大功夫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相当于就是器具保晒了 最后一个妙的地方是啊 你看街形的皮碗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就可以用它搭配上液压系统 来控制润滑和冷却液体的流向了 当借的勾勾朝左的时候 左边的液体呢是很难流入右边的 但右边的液体却可以流入左边 而反过来当借的勾勾朝右的时候呢 右边的液体很难流入左边 但左边的液体却可以较为轻松的流入右边 而根据这个思路啊 在伪轴管的密封系统里面呢 通常就用到了六个皮碗 它们的布置如图上所示 一二三和三S呢放置在靠近螺旋桨的尾盾 四和五放置在靠近发动机舱的前盾 一二四五勾勾朝左 三和三S勾勾朝右 两套油压系统会在二三三S四五之间 不断泵油循环起到润滑散热和密封的作用 一的外面和一与二之间就是充满的海水了 同样它也可以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啊 所以整体上看呢 这六个皮碗实际上被分成了三组 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液体压力 一和二一组直面海水 对应着居中高度的海水压力 二和三一组中间夹着润滑油 它的压力可以通过其设置的重力油箱的位置看出来 是低于海水压力的 所以就能够让它以较为缓慢的速度 通过往左沟的二号皮碗朝左边的海水当中渗出去 既起到了润滑作用 又起到了把海水挡在外面的作用 三、三S、四和五之间呢 则充满了压力高于外界水压的润滑油 它可以对中间的轴层起到充分的润滑和降温作用 同时当海水突破二号皮碗 甚至是三号皮碗之后呢 也能够用起更大的液压 把海水压在外面避免进水 这个差不多就是皮碗密封的基本工作原理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呢 要是听懂了就扣个一 不太懂就扣二 完全懵圈的就扣个问号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以上两种你看 其实都跟活塞环差不多是一样工作的 就是把尾轴固在中间 像是上了紧箍咒一样 所以既然有第三种 那我们就要帮尾轴松松绑了 端面密封封的就不是尾轴的表面了 而是尾轴上装着的摩擦盘了 摩擦盘有两个 一个叫做近摩擦盘 装在固定不动的尾轴管上 只能在弹簧的作用下沿着轴向前后移动 但是不能够转动 另一个叫做动摩擦盘 它与尾轴是连在一起的 只能跟着它转动 但不能前后移动 实际的封装图太过复杂了 我就直接将其简化成了这样 弹簧会一直推着近摩擦盘 压在动摩擦盘上 在这里形成一个密封面 后面的部分就全是水了 与此同时还会再蹦入高压水 用来进一步的降温润滑 以及把砖空子进来的海水给压出去 就这么简单 它的好处是易于维护 如果摩擦盘 不是已经被磨得太薄了的话 都可以在弹簧的作用下 一直压紧在一起的 有点像是我们汽车的叠杀系统 如果真的是磨得太薄了的话 那么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吗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 似乎用到这个密封方式的船只 都不是太大 在那些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上 一般用到的 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种皮碗密封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可以召唤你认为最专业的人 来帮我确认这个答案 今天的内容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书关卓 同时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 שוב Mirror